有炮,还有这个乌鱼啊,这个塔头啊,洗头啊的炮啊,就向这个达尔丹射击。 当时呢,我是判断它,又这个攻击这个达尔丹这个企图,一定很明显了。 这个炮子干什么呢?就是打了以后啊,破坏这个公司,撒上人员。 啊,所以嘛,这个炮,这个下来以后啊,把那个上面那个灯塔,上面我喜欢一个灯塔,灯塔还有四个人的,把这个灯塔这个都推到了,那炮啊,因为这北市炮台的子余,大概只有四天公司,所以距离也很近了,这么一设计。 那这第一波设计的目的就是撒上人员破坏公司以后啊,跑一停啊,这是发行来的。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号晚,共军进犯大胆倒,希望达成各个急迫,逐步残食的目的。 但是二十七号扶晓,大胆守军全面反击,示意共计击毙了共军三百多人,俘虏了三百多人。 作战规模虽小,往后对战职的发展,却有深远的影响,因为它迫使共军放弃了主导攻略金人的企图。 所以他来,来了已经比我们量杯丙礼嘛,这个是一个螺丝啊,打败了这个游戏的丙礼。 说这个是海盗作战,那我在姐妹去啊,给他们讲,海盗作战呢,是时间短,时间快。 只要你在这个撒纳之间不乱,等了路以后呢,你敢出来战斗,你就胜利。 随后,共军又在民国四十年及四十一年,两次突击南日岛。 民国四十二年七月十六号,及十八号的东山岛突击。 民国四十三年九月三号的九三炮战。 四十四年一月十八号的一江山战役。 东时的台湾海峡,充斥着浓烈的烟消味和警商的情绪。 是炮兵队的那个队长,他是真勇敢的。 一箱的榴弹都是他一个人丢。 他还站得高高的,站得高高的,人家把他一拉,叫他不要站这么高,你很危险,他就没有关系。 到最后两个榴弹弹,他拿着两只榴弹,拿着两个榴弹弹,站在上面。 他还喊中华民国万岁,中华民国万岁,他喊蒋总统万岁,他这样子喊,以后呢,他榴弹弹丢下去,以后共产党冲上来把他打。 有好几个,手打断的,脚打断的,看到我只流了眼泪,当时这个时候我,我只希望流了眼泪,看到他们,我虽然现在是三十岁了,我还看到他们,相信他们我,我想很难过。 那以后我就问他,他说,我们司令员自杀了,我讲女生的小哥,他说,有一个独占传门,给我们讲,他说,有独占传门,有十个人,有九个人都自杀,我说怎么自杀,他说修留战炸。